個別企業都開始出來說 覺得經濟未必有一個好的情況 其中一個就是Tesla 講回整個時序 CNBC上星期五就報導 Tesla的行政總裁Elon Musk 星期五就向行政人員發出一個電郵 訊息量都挺大的 第一就是需要裁員大約10% 電郵的題目叫做停止全球招聘 原因是對經濟前景的看法就是超級差 Super bad feeling 這個電郵外洩了之後 其實上星期五 Tesla股價就跌了9% 其實市值就蒸發了750億美元 不過之後就有改口 Elon Musk就在Twitter上 跟一些市場和員工說 雖然包生員工的數量會維持平穩 但是整體人手就將會增長 也沒有叫做否認 但是也未必說說到 其實我都未解讀到他的立場 究竟是看得很好還是看得很淡 但是其實看回Tesla 他最近公佈的數據 其實就不算差的 還有上海的工廠又逐步復工 那你怎樣解讀 他說經濟超級差這個說法 其後又收回口的這個說法 其實超級差的感覺是合理的 即是說他覺得 這一刻你突然告訴我 對經濟前景有個超級差的感覺 我反而覺得更疑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看這些 特別在Elon Musk說的事情上面 大家方便不要跟得那麼貼 我覺得這個消息 特別在星期五那段時間出 你如果叫我星期五看完這些消息 即是說我都會很困難 但其實你如果看回 大約過了 現在隔了大約三天左右的時間 基本上市場都消化了很大部分 其實現在有一方面的消息 不確定的 但是其中有一些說法 就是為何Elon Musk說 就是要去到裁員炒人 10% 10%怎麼來 第一方面 其實突然間說裁員10% 是不合理的 即是說Tesla很多 譬如近期大家如果有炒過Tesla 都知道很多超級工廠 甚至說擴張規模是非常低 甚至也不只是造車 很多不同其他業務 那個公司延伸得那麼快 竟然炒人 那是不是超級延伸 一定是會這樣想 但其實你看這些消息上面 不是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出來 有些說法就是 因為說之前在美國 大家知道COVID這兩年 疫情上面 大家習慣了 Web from home Stay在家裡等等 這個不只是Tesla面對著問題 很多企業都在說這些問題 員工不肯上班 所以有些分析就是 其實都是象徵式出 你再不回來 我們炒人了 即是有些類似威嚇的言論出來 這個很Elon Musk一貫的作風 甚至你說之後 人手仍然維持爭取 市場就覺得靠客 所以短線 特別說星期五 Tesla跌了那麼多 你不拍照短線是有得打眼的 但問題就是 當我們現在消化完這些消息 可能已經Tesla 會列後告開 最重要我們應不應該 這些位置馬上買Tesla 老實說 你問我六字頭的位置 Tesla是有點心動的 但問題就是 局部值都不是便宜 而且剛剛說 很多東西都是在看下跌 其實Tesla的圖 都是在告訴你 在下跌跌 只不過就是估計 由一千一百幾 跌下去六百二十幾 然後達兩成上來 好像很吸引 我覺得其實暫時來說 那個部署策略 Tesla跟美股的大致 是相似的 有很多東西很心動 你很喜歡 但是 是不是一個好的出手時機 時機 未必是 美股的好處就是 一股一股買 如果你分柱吸納的話 沒有問題 這些位置坎 你還可以扣很多手 但你突然間一煮過這樣買 以近期的低位做自己 似乎是打指示機會比較多 不會是一個很好的良好出手時機 剛剛說了這麼多 又為什麼說六百元吸引又如何買 我們通常在投資市場上 怎樣去做 我們說六百元吸引 幾次都不穿六百元 那就才去試 相反地你看圖表上面 現在只是試過一次六百二十元而已 你不知道是否賺的 會不會六百元這些位置 我一廂情願 我自己都會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未來你真的對Tesla 很有興趣 一直都想買 但是這麼忍得 到現在都沒有出手的話 那我覺得 要不就分柱吸納一股一股收窄 要不你等股價圖上面 起碼試兩至三次 六百多元這些位置 看看是否試過幾次 六百二十元都有一個支持 或者大家看到有一個橫行區間 才去買 其實心態上等於不要執書 如果你純粹怕執書 這一刻不買了 它又升上去的時候 這一刻美股抱著這些心態很危險 但是如果你在說股價上面 在橫行整股 那才想去搜集 或者轉個角度問 你剛才不停叫大家 六至頭可以考慮Tesla 都是因為它高位的時候 其實都去過千一千二美元 現在現水平比較高位的時候 就覺得便宜了 好 我們看看基本面 你覺得電動車或者Tesla 如果我們的時間圍到 不是拉去短炒的 我們是拉去一年或者兩至三年 現在是否一個好的吸納時機 其實在投資市場上 一年都是一些很短線的時機 一年你想想 只是出一個財務報表 我們看四個季度業績 所以如果你只是一年的目光試 你不想想美股 美股炒了十三年 人家現在才冷靜三個月 當然冷靜一下 為什麼我說之前的六百元 不關高位跌下來的事 事實上六百元這些位置 是說Tesla整個 就是由COVID開始炒作 初步起步點 當然由四百多元炒上來 就是說Tesla開始賺到錢了 見到就是電動車成熟在上來 但如果你看回一段比較遙遠的時間 其實真的在說六百多元這些位置 就是在起跑那段時間的整股點 但問題也不是環行了很久 所以我們才說這些位置 甚至你看回大約在2021年的位置 試過五至頭的位置 所以六百元我不敢說 一個很堅固的位置 純粹覺得感覺上 你看月線圖上面是那些位置整股 覺得差不多 或者上次剛剛見到三到八二十元 我們才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 論估值Tesla還是很貴的 但問題是長遠 持續下去就是 還有很多超級工廠 現在整個汽車協會上 全球都是這樣 那些電動車的目標去到2014年的時候 2040年的時候 只可以賣純電動車 那視野是說的很遠 起碼是15年以上 所以你說你真的做長線部署 你說起碼最短都是三年 357年才叫做長線部署 所以我們為什麼強調分駐吸納就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一注過的話 你一定是要定些止攝位 不可能純粹高位置 接百印的時候 死渣爛渣 但問題就是 這一刻真的不知道怎麼定止止攝位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一注過的話 你至少讓它試幾次 開始有個整固期出來 有個比較確認的止攝位的時候 才去駁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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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